大家好 我是Ken 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問 究竟英國投資哪樣好 或者有甚麼要注意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可以在這裏分享 第一條問題是 我應該買屋還是買樓呢 其實買屋和買樓都有相當大的分別 但最終我們還是看回報 即是我們俗稱的ROI 假設你拿100K出來買東西 然後每一年的收租是有10K的 你的ROI有10% 這樣便是一個不錯的投資 但總結來說 買一間屋是買一個免費 買一個永久的業權 其實是沒有任何額外持續的收費 但如果你買樓 就是有一個地租和管理費 另外另外一項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那屋樓的契約還有多少年 即是預算還有多少年剩下 因為一般來說 在英國的銀行 如果看到預算是低於80年或以下 其實他們未必會借錢給你買這個物業 要找一些專家的預算 或者是比高一點的食率 至於層樓本身方面 也有一個安全的問題 如果你說買樓 我盡量都不建議買地下 Ground Floor Flag 因為有爆洩的情況發生 Ground Floor的物業通常會先被間中 另外一條問題就是 現在在英國投資物業 是否一個好時機 我都覺得 都是看剛才我們所說的 ROI可不可以 如果ROI是吸引的 其實我覺得任何時間都值得去買 但現在我們有幾個利好的因素 去買英國樓 第一就是匯率低 平時我們看到英鎊對港元 應該是大約12點至12點5的水位 今天大概是15點5的 這裡已經平了20% 所以買英國樓 絕對是一個吸引的因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其實現在在香港的樓市 看到都放慢 如果做一個投資的時候 有2-3%的回報已經不錯 在英國2-3% 我想大家都不會收貨 至少有6-7% 你才會說 挺不錯 給大家一個例子 現在我們在西九龍 一個車位大概要300萬左右 但租金回報只有4000元一個月 一年內我當你收5萬元 你300萬其實回報不是很高 但用同樣的錢 你在英國可以買到一間或兩間房子的時候 回報絕對是多於現在車位的手租 所以你告訴我 在英國買樓更好 還是在香港投資車位更好 這條問題就是 應該買市中心的物業 還是郊區呢 其實市中心的物業 都有它一定的好處 第一就是方便 第二就是租金一般來說會比較高 而且很多人會容易放租 但有一個不好的就是 其實赤價相當會貴了 而且很多人欠同一個物業 所以買的價錢可能會高一點 郊區的物業一般來說 是會比較大些 改動空間都會相對地自由 你可以加到en suite 做到extension lock conversion 這些不同的可以add value的項目 如果在郊區買房子 其實我們都要找一個平衡 通常我們會找一些近大學的物業 或者近醫院 或者一些大型公司 例如Business Park 或者Science Park 有很多大型公司在這些地方聚集 不容易他們會有一些住屋的需求 好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希望剛才可以回答到各位朋友的問題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如果再有問題的可以隨時在下面留言 希望我們下一集再和你解答